下一刻 灵瑶直接一招手 巨大的天间轮廓 被灵瑶抓在了掌心之中 而此时 她所彰显出来的气势 彻底吓傻了眼前的小萝莉 这丫头站在原地 疯狂地打着颤抖 连表情都开始扭曲了几分 活脱脱一副二次元萝莉 萌昧的气质 惨了 吃了醋的女人一定惹不起 得想办法逃走 这小萝莉冲着灵瑶黑黑笑 就这样当着她的面 直接丢掉了手中这两把精致的手枪 而后 捏手捏脚地转过身 朝着丛林战场深处 飞速离去 遗憾的是她跑了好半天 猛地回头来看 发现灵瑶不知何时 又出现了她的面前 如同一个充满忧怨的女巫者 冰冷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小萝莉的身体 你以为我和玄王五郎那般好说话呀 大家同样都是女人 你的那套装可怜卖萌的把戏 就不要在我面前继续使用了 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女人 灵瑶这话再次震惊了眼前的小萝莉 她也同样明白 得罪了这个女疯子一般的家伙 根本不可能凭借其他的手段来挣脱 只好硬着头皮转过身 重新抬起自己手中的那一把冲锋枪 主武器对着灵瑶一阵疯狂的喷火 这是你逼我的 老娘今天要是不和你分出一根胜负的话 我从此就再也不玩枪了 这把主武器根本就是黑丁博士 专门给这罗莉丫头 打造的最强贴身神器 在它一番摆弄之后 喷射出来的火蛇远要比之前还要强大许多 每次喷射火蛇弹药燃烧的一瞬间 都会在周围引起大范围的燃烧效果 接连几发火箭弹喷射出后 灵瑶身边所有的草木 已经完全被燃烧成了灰烬 生生是在灵瑶的身边周围 迅速覆盖出一道拥有包围功能的火墙 总算是用这样的方式 短暂压制了灵瑶的身法动作 但是光凭这样的手段 想要阻止灵瑶的进攻 显然是不现实的 果不其然 就在接下来的一瞬间 灵瑶腾空而起 背后巨大的天剑图腾 再次凝结而出 灵空锁定下方小萝莉的本体气息 之后无数剑道光芒当空飞下 就这样生生地将眼前这个小萝莉 斩碎成了虚无 灵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 这里便是打生打死的真正战场 不管你多大的年纪 不管你是男是女 只要踏入了这片战场 就要做好随时面临被征服 被屠杀的准备 这个小丫头虽然长得十分可爱 可死在她手中的无辜的人不计其数 和黑丁博士 以及那个穿着严整的持剑女郎一样 这个奇葩组合每一个人手上都沾染了无数的无辜鲜血 绝对都是罪大恶极的存在 今日碰到了荣耀团队 他们根本不可能有任何逃生的机会 解决了小萝莉这边 此时徐扬也在另一个分战场强使发力 开始对眼前这个持剑女郎进行愈发强大的进攻节奏 我能够感觉到 你手中的这把剑沾染着无数的鲜血 想来你在归属到那个小个子博士的麾下之前 应该是一名酒精沙场的铁血军人 徐扬的话 立刻引起了这名女剑客的回应 你猜得不错 我曾经是营州大陆西域阿尔达克王城的女将军 也是唯一一个以军功被授予侯爵爵位的女人 对于我来说 斩杀战场当中的一切敌人 就是我生存的意义 也是我最大的荣耀 不管站在我面前的人究竟有多么强大的实力 除非我的生命走到尽头 否则的话 我手中的这把剑一定不会停止挥舞 女剑客说完 脚下一落地 猛的一阵强大无比的身法速度瞬间爆发 又一次在原地画出了一个锥子形的位置 形态所过之处 地上每一道脚印 竟然都散发出了极为强大的俯视气息 倒是让徐扬眼前一亮 没看出来啊 你所修炼的竟然是腐朽 这一脉的剑道传承 现在已经很少能够在营州大陆当中了 没成想你竟然也是这一脉剑道的传人 女将军冷笑一声 知道怕了的话就赶紧缴械投降 我会给你一个最舒适的死法 否则的话 我有一百种方法叫你生不如死 女剑客说着 手中的剑芒开始散发出了亮银色的气息 这种气息正是剑道修炼到最高境界的完美体现 连剑气都会变成这样的颜色 并且释放出来的剑系具有极为强大的俯视人肉身和灵魂的能力 指剑的持剑开始朝着徐扬本体疯狂进攻 而徐扬则依靠预古神剑的强大威力 不断隔空与这女剑士进行对招 往来之间双方攻守交错 也是数百回合的交锋 过去徐扬自始至终都没有认真发力 他就想看一看 这个女人的巅峰实力到底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 看起来你很喜欢当缩头乌龟啊 半天都不见你主动进攻 真的有这么怕死吗 还是说恐惧于沦为我剑道下亡魂的结局 女剑客自始至终都充满了自信 即便她能够感受到眼前的徐扬 必定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顶尖强者 可她每一次出现都带着舍我其谁的霸气和决绝 这一点也是徐扬更为欣赏的 若非这几个人都是十恶不赦的亡命之徒 徐扬真的会考虑将之收入自己的麾下 可是如今对方的结局 从徐扬刚刚出手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被注定了 腐朽剑道固然强大 但说到底并非是正统的剑道传承 今日我便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剑道 徐扬的神剑再一次入手 被她横在自己的身体面前 而与此同时 强大无比的剑气迅速外放向周围锁过之处 整个丛林战场皆在最短的时间内 陷入一阵冰冷的死寂 就连这片战场周围的空气 竟然都夹杂着专属于徐扬的剑道意志 真正修炼到顶峰的剑道释放出来的气息 是能够带给整个空间无与伦比的震撼力的 你的剑道除了令人恐慌的腐朽之外 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更加谈不上凝聚出如何强大的剑仪 支配着你修炼剑道的唯一动力 只有杀戮和无穷无心的欲望被满足 你这样的人永远也无法亏看到真正的剑道奥义 这边的剑道尾